流星花园 我又不是山菜 是换汤不换药的感觉 鬼的X车吧 这么尴尬的问题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怎么感觉他们演技我觉得挺尴尬的吧 我觉得还行吧 你知道BABY我真的选择演技 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资格被称作演员吧 他们除了BABY的专业性 它只能发展到综艺上吧 就谁都能上去那肯定会 我学的不会 不会吧 因为时代在进步 他们之所以出名了 肯定也有一定的专业程度的 我认可吧 因为我觉得导演讲戏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当然有啦 要不然他们会一直拍这么烂 可能是没有遇到一个好导演吧 嘴太臭了吧 算是导演有一点点原因 但主要还是演员吧 因为像你演员演出来啊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自己不努力就不努力 还导演没讲好戏 牛X牛X你最牛X 你这个说话实在我喜欢你 光怪到导演的话 那要演员来干嘛呢 还是看演员的个人修养 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是半对半吧 我想做谁编上忙 跟他们做同桌啊 有个人啊 初恋脸 那我跟黄晓明吧 不是 喜欢吴亦凡 罗亦凡 刘浩 吴亦凡 王冰凯 景天 刘浩然吧 因为我就挺喜欢他的 是吴亦凡 景天我感觉他挺可爱的 最近看了他的综艺 祝涵 我觉得他们到现场没有 撒狗狗怎么样的 还是挺照顾粉丝的 流星花园 流星花园 四个帅哥加一个美女嘛 挺期待的 都是才艺新人 想看一下他们带来的惊喜吧 几天不忘记了 可能鹿顶就会期待一点吧 情深深雨萌萌 情深深雨萌萌 情深深雨萌萌吧 我小时候就是看这部剧长大的 算是我们那一代的记忆吗 说的好题 当时也没觉得何树桓有什么问题啊 但后来微博上是有截图 会说何树桓是个人渣啊 两个女人今天摇摆不定 然后希望想看下会不会稍微好一点 最不想看到的 好可能对流星花园最不期待的 感觉有点沙马特的感觉 粉红女郎吧 我觉得鹿顶记 就是以前都已经挺好的了 还有白蛇传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经典啊 白蛇传 为什么都是养子啊 最近很贵啊 哪有那么会是吗 比较适合的吗 张一山 张一山 张一山去年伟小宝还可以 就是那种吊儿郎当的感觉 他比较圆滑一点 人比较像吧 流星花园这个 玩特地我也喜欢 我觉得养子的白娘子很不搭 任嘉伦也许是 但我想这个有点不一样 仙气不够 期待度比较低 挺有意思的 这么经典的东西 就算是琼瑶本人拍也可能会经典 可能会期待他剧本稍微展一下吧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会很无聊啊 我觉得还是保留一点支援问题 我觉得没好看 就是观众的认可就开心 哈哈哈哈 你说的真是动听啊 说的我的原神都出了窍了 嘿嘿嘿 好了 节目之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 拜拜 谢谢顾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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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